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设施逃逸为由 上前将他们拦住 交谈中吴先生和陈总觉得事情有蹊跷 双方发生冲突 华子不想纠缠 果断套出手枪 强行将吴先生压上车 消失在黑夜里 后吴先生被压到郊外的某处平房 华子很直白地告诉他 这就是绑架 华子为了给吴先生证明他的决心 准备当着吴先生的面 处决前一天被他绑票来 但拿不出赎金的小豆 那天小豆驾驶着一辆豪车 被华子他们当街炉走 可小豆的豪车是他炮友的 他一毛钱都没有 华子准备拿他记起 吴先生不忍看小豆就这样死了 于是和华子谈判 愿意交赎金 前提是放过小豆 双方谈下来 吴先生因为是香港人 在内地没有存款 只有一张三百万的银行卡 华子原本想要更多 但考虑到现实情况只好答应 他去吴先生住所拿卡 拿到银行卡回来后 华子拿出一台DV 让吴先生和小豆按照他说的内容录制视频 吴先生马上明白过来 华子多半是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的 他骗过DV将其砸掉 双方不怕冲突 吴先生没有怂 华子团魂内部的人原本就有奸细 这回也就没怎么样 可毕竟去银行拿三百万不是个小事 华子让吴先生通知朋友 让朋友去取钱 然后他亲自出马去拿赎金 临走之前 华子告诉同伙 晚上九点如果他还没有回来就撕票 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 吴先生始终表现得很镇定 因为他早年在南方当过兵 后来才去香港发展 小豆感激吴先生的救命之恩 又欣赏他的胆识 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 小豆说他开的豪车不是炮友的 那个女孩是他女朋友 两个人感情很好 他知道如果让女友送赎金过来 他肯定也栽了 小豆不想女友有危险 在这座平房里 两个人只只有彼此安慰 相互扶持 如果说还有什么的话 那就是绑匪中 真有一个是吴先生的粉丝 对他们还在客气 这回吴先生委托交付赎金的朋友是他以前的战友 两个人是过敏的交情 朋友报警 华子在准备拿赎金的时候被警方当中抓获 被抓后的华子都一郎透西一棒子的和警方打哈哈 时不时的望向强容的表 警方知道吴先生还活着 也知道时间不多了 于是加快了对华子的神经力度 与此同时 绑匪内的矛盾因出现 几名绑匪其实是互相不信任的 吴先生看出来了 他告诉粉丝绑匪 华子拿了钱多半就跑了 你别顶雷了 不如我给你一百万 你跑路去泰国 透黄金不是更好吗 粉丝绑匪一想 那还是会被抓呀 不过他透露出个很重要的信息 不管钱拿不拿得到 人质都会死 绑架之前就定好了 时间慢慢走向晚上九点 华子在经历连番的折腾后 终于熬不住了 交代了人质的藏身点 撕票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警方活着前往 可绑匪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要动手 算是二头目的绑匪不仅要撕票 他的计划是等华子回来 连他一起干掉 几名留守的绑匪就处决时间再三争执 终于大家还是拗不过二头目 开始动手 吴先生和小豆的脖子上被套上绳子 处决开始 看起来两个人这回事死定了 此时警方已经到来 包围了房间 几名特警跳入院墙内 房间内的罪行还在继续 终于警方成功攻破 制服了几名歹徒 吴先生和小豆被成功营救了出来 影片最后 吴先生见到了老战友 两人拥抱喜极而泣 小豆介绍自己的女朋友给吴先生认识 共惊生死的几个人再一次抱在一起 至于华子 他在看守所见到了母亲 后他的同伙被判死刑 电影到此结束 解救吴先生这部电影是很好的 吴若福本人在片中饰演了 参与营救他的反恐英雄曹志刚 刘德华在片中的表现也很是精彩 而且由他饰演人质 或者说是被胁迫的角色 算得上是有各种体验 因为早年刘德华被邀请拍过一些电影 这些经历算不上榜票 但也差距不多 相信他能体会那种糟心的感觉 王谦元是整部解救吴先生中 表演最最出彩的没有之一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看本片的时候还不认识他 但他演的让我心口堵了一团火 我一直在想 怎么有这么讨厌的人 什么东西吗 影评人张小北对解救吴先生是这么评价的 大陆警匪片的新高度 真实案件改变 但又有大胆的戏剧化处理 让一个结局毫无悬念的故事 在一百分钟内保持了有效的紧张和期待 的确解救吴先生对真实案件的还原差不多有七分左右的样子 而那个让我很不爽的王谦元在了解了其原型后 我竟然发现他都算可爱了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当年轰动一时的吴洛福绑架案 其实对于本案在案发后一个小时多点 北京电视台就进行了全程的更动报道 可即便如此 在今天的网络上 对该案还是有各种来源不明的奇怪传闻 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 人的这个嘴啊 吴洛福绑架案发生于2004年2月3日凌晨1点 两天后就是农历的元宵节 当天吴洛福和朋友在北京三里团 报好酒吧谈完生意 出门准备上车 这时来了三个自称是分台区民警的人 他们说吴洛福的车涉事逃逸 要带他回去调查 三人中的一个人拿出警官证 上面写的名字是王华 而他就是本案的头目 王丽华 王丽华人称华子 初号疯狗 案发年龄27岁 这是一个天生的坏蛋 他自幼盗窃成性 是派出所的常客 真正做到了小时候偷家里 长大偷社会 据王丽华母亲的回忆 王丽华偷家里的钱 偷到什么程度了呢 他做饭的时候 是用皮尖将钱绑在胳膊上的 由此可见这是个什么人 除了偷窃外 王丽华自幼立志要当老大 做出一番空空烈烈的大事 为了他的事业 12岁的时候 王丽华离家出走 在被母亲找到后拒不回家 因为家中有个阻挠他事业的父亲 王丽华要挟母亲离婚 这回他成功了 自此开始 没有人管束的王丽华 纠结了一些人 慢慢走上了当老大的路 18岁那年 王丽华和同伙 拿着菜刀和假手榴弹 闯进分台区一户质商家里 抢劫了价值2万元的东西 被捕后做了9年 2002年9月 因在狱中表现良好 提前释放 出狱后 王丽华便四处扬言 要干翻大事 之后他招兵买马开始了计划 一年后 也就是2003年9月1日 北京平谷区建设街某理发店内 和好友洗头的王辉 被王丽华等人 以吴洛府案相同的手法绑走 拿到赎金后撕票 后王丽华等人 再次准备绑架王辉的弟弟 但因为对方奋力反抗 未能得逞 盯着人家一户绑票 绑了哥哥要了钱 还把人给杀了 现在又要绑人家弟弟 王丽华这个人的做事风格 让人不得不好奇 他的脑回路 那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听一听 他更耸动的言论和逻辑 王丽华说 在他的眼里 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人 一种是可以杀的 一种是不可以杀的 他妈 他姐姐和他的朋友 是不可以杀的 其他人全是他的猎物 他衡量就一个天平 一个是他的个人私欲 一个是父母恩情 他要犯罪 个人欲望就高了 那就把亲情给舍了 所以他出来后 他准备要先杀他妈 听听就是这种 真活成段子的人 落在他手里还能有个好 不过也是因为王辉绑架案 王丽华进入了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阮增义的视线 阮增义后来就是 吴若福绑架案的总指挥 时间来到吴若福绑架案的前一天 王丽华等人找到了 新的绑票目标 杜庆江 他们用相同的手法 将驾驶豪车的杜庆江绑走 准备索要赎金 可杜庆江没钱 他的豪车是借来的 王丽华等人又开始 物色新的目标 时间再次回到2004年 2月3日凌晨1点 王丽华给吴若福 亮出警官阵的那一刻 当时吴若福和朋友 感觉不对劲 警察没有这么办事的 双方撕打起来 王丽华等人 凶速掏出手枪 并上了堂 根据吴若福的履历 他是了解枪械的 听手枪上堂的声音 他知道对方拿的是真家伙 后吴若福被押上一辆 赞塔塔2000 强行带走关押 吴若福被关进去的当天 里面还有一个 被冻了一天一夜的受害人 杜庆江 有了新的人质 杜庆江这回事死定了 好在他遇上了吴若福 身上锁了九八锁的吴若福 答应王丽华200万的赎金 条件之一 是他拿到钱后 也放了杜庆江 王丽华假意答应 后他打电话给吴若福 一位苏信的朋友 让他准备赎金 可吴若福哪里知道 王丽华根本就没有想过 让人质活着离开 吴若福绑架案发生两个小时后 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 节目主持人徐涛 抵达北京三里团 报好酒吧门口进行报道 2004年2月3日 凌晨1点半 吴若福绑架案专案组成立 阮曾义作证指挥 经过商讨 北京警方将该案 和王家兄弟绑架案进行串并 根据长期以来的调查 警方锁定了 王丽华经常活动的区域 2月3日下午3点 新F0259蓝鸟牌轿车 出现在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某小区 但因为王丽华随身携带手雷和枪支 抓捕条件也不成熟 侦察员只能对他的车辆做了手脚 然后跟踪等待时机 2月3日晚上7点50分 王丽华的车被迫停在一家修车铺门口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6队的队长徐晶芬亲自上间抓捕 瞬间拿下 后警方从王丽华身上 搜出一枚松霸士手雷 两把上了堂的苏智TT手枪和一把五四手枪 同时汽车的后备箱里有大量的知识武器 包括苏智的AK-47 用动的小口径步枪和上百发子弹 2月3日晚上8点 吴洛福绑架案总指挥阮曾义 亲自对王丽华展开审讯 王丽华表示自己不认识吴洛福 还以为他是张铁林 审讯过程中 王丽华故作轻松频繁看表 这一行为被专案组的警员注意到 警方猜得没错 王丽华和同伙约定了时间 如果晚上12点他没回去 就直接撕票 各种诡计就没识破 王丽华知道自己是逃不过去的 于是他开始装作作一样 向警方提出条件 说要回去看看自己的女朋友 再抱抱女友家中的狗 估计他也是实在没着想了 乱想主意 你连你妈都不要的人还抱抱狗 这不是神经病吗 其实王丽华有好几个女朋友 也就是他的几个窝点 这回他说想要回去告别之类的 是他裤裤内还藏着一把 专门用来开手铐的木制钥匙 可就这也被警方识破了 连番的失败 让向来自负的王丽华 心理防线逐渐崩溃 交代了吴若府的藏身地 根据王丽华的交代 他将吴若普关在 北京顺义 渔庄苗普附近的一处平房里 看守人质的是他三个手下 且三人手中都有枪 与此同时 吴若府被绑那边 几个绑匪煮了饺子 还分给了他和都青江一盘 并且绑匪向他们摊了底牌 赎金到手 马上死票 这顿就当是送刑饭了 面对着一盘饺子 都青江先吃了点 之后吴若府也吃了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吴若府开始唱一首 他认为能让男人坚强的歌 小丑 2004年2月3日晚上10点 距离吴若府绑架21小时 法制进行时 节目主持人徐涛 和警方前往吴若府 被关押的地方 特警先一步抵达 2月3日晚上10点50分 特警开始着手解救人质 王丽华的三名同伙熟睡 没有来得及反应 均被迅速制服 不过他们就算是没睡也一样 因为从特警冲入房间 到三名罪犯被制服 整个过程只花了三秒钟 等特警找到吴若府和都青江时 徐涛第一时间上前安慰道 生命会永远很牵手 后警方从吴若府绑架人入手 端掉了王丽华的犯罪窝点 共六处 击货枪支子弹若干 并在燕郊某处找到了 上一起绑架案中 亡灰的尸体 2004年10月14日 该绑架案的三名主犯 一审被判死刑 其余七名同伙 分别被判出 从无期徒刑 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 王丽华团伙被捕后 其内部的三名主要成员 王丽华 王庆祥 董立明 真如电影《解救吴先生》中描述的那样 他们早已准备好了 要互相残杀 王庆祥就很明确的说 有了钱 也许我会先把他给杀了 而王丽华方面也感觉到了 他说 钱到手 王庆祥可能会把我杀了 我想 王丽华这个梦想当一世 枭雄的家伙 到死的那天都能明白 他的身边 除了惦记他钱的女人外 剩下的是 既惦记他的钱 还惦记他命的男人们 他立志要刀老大的梦 从来都没有实现过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